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我问,是官人叫你来捅我说的。 他将和黎叔摆在我面前,一脸理所当然。 以松郎如今的身份,你见即出身,只会成为他的累赘。 松郎心疼你,一直不肯说,那便我来做这个坏人。 何况我们两情相悦,姐姐,你放手吧。 签了和黎叔,离开京城,我和松郎不会亏待你,这也是为你好。 我看着赵斐儿年轻娇嫩的脸,再低头看看自己手上的茧。 摇摇头,官人娶我的时候发过毒誓,将来不管贫苦富贵, 都不会抛弃糟糠之妻,如有违背,潦倒一世永不翻身。 赵斐儿像听到一句笑话, 姐姐你胡说什么呢? 丞相府家大业大,我手指缝里随便漏点银子,都够你一辈子衣食无忧。 我那么爱松郎,怎会让他潦倒一世? 他说的有道理,但是我相信官人,和钱无关。 成婚那年我生病,官人为了给我治病,去街头给人带写书信赚钱, 为此他错过了那年科考,平白耽误三年。 我三年无子,婆婆对我诸多挑剔,官人怕我在家受委屈, 进京时怎样都要带我一起。 他对我好,和钱财富贵无关,所以我相信他。 赵斐儿先先无指狠狠捏着袖边。 半天说不出话,眼眶通红地瞪着我。 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听到自己爱的男人对别人好。 我反问道,斐儿,你是豪门贵女, 想嫁谁不行,为何非要抢我的官人? 娼妇行径,不觉得自降身价吗? 赵斐儿一拍桌子,你骂谁是娼妇? 豪门贵女,从小就学规矩, 骂人自然是比不过我这个下九流出身的妇人。 她说不出乌言晦语,又要强, 急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偏巧此时梁松匆匆赶来, 她一推门,就看见赵斐儿的可怜模样。 我站起身,一声官人还没唤出口。 就见梁松将赵斐儿揽到怀里, 体贴地拍着她后背,心疼道, 斐儿不哭,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 松郎,赵斐儿一见梁松, 眼泪便如断了线的珠子, 当真我见有脸。 梁松又急又气,对我皱起眉, 你有气冲我来,欺负她做什么。 我呆立当场, 没太明白他们俩是何时搅和到一块去的。 我和梁松来京城不过半年, 去年腊月,大雪天, 我在家门口捡到赵斐儿, 他冻得浑身哆嗦,嘴唇都发紫了。 我用棉被包住她,灌了两碗姜汤, 又用酒给她搓热手脚, 才将她救回来。 她说自己被逼婚, 只能从家里逃出来去找心上人商量。 可是路上被人偷了钱袋, 她追上去, 没跑多远就迷了路, 这才冻晕在我家门口。 赵斐儿哭着求我收留她几天, 她说已经给心上人留了信, 如果现在回家, 就再也见不到她心上人了, 只能被逼着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 听到她如此遭遇, 在想想我和官人的相遇相识, 我不免动了恻隐之心, 便留下了她。 梁松参加完诗会, 似乎是一路跑回来的, 鼻头冻得通红, 却兴高采烈地叫我, 鱼儿快来, 你最爱吃的红豆糕, 还热着呢? 她从怀里拿出一包热腾腾的红豆糕, 眼角撇到家里多了个人, 立刻又收了笑, 指着赵斐儿问我, 这是, 我还没开口, 赵斐儿望着梁松道, 你就是梁大哥吧, 没想到是位年轻书生, 那时在赵斐儿看来, 我应该是上辈子积了大德, 才能嫁给梁松吧。 梁松生得俊秀, 举手投足间, 带有一股风流倜傥的味道。 她自小读书时里, 满腹经轮, 终举时还不到若惯, 诗文策论自有章法。 这样的人, 却会取一个曾卖场为生的贱民为妻, 还将她捧在手心里, 腾着碍着。 赵斐儿看着那包红豆糕, 似乎有些羞难, 我也有点饿了。 我将红豆糕给了赵斐儿, 随即拉着梁松出去, 说清楚了来龙去脉。 本来梁松有些犹豫, 赵斐儿来路不明, 她怕惹来祸端。 可禁不住我几番哀求, 她无奈只好同意, 让我劝说她早日回家。 赵斐儿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女儿, 但她却一点不娇气, 看我是多忙碌, 还会主动帮我分担。 她做不了重活, 但缝衣晒书还是可以的。 她女工好, 在梁松的就衣服上绣眉竹, 寻常衣物看起来都更精致了。 她知道我不怎么识字, 偶尔还会念念梁松写的诗文给我听。 一边念, 一边赞叹我有福气, 有良人如此, 福福何求。 我们生活拮据, 每日都是粗茶淡饭, 她看不下去, 拿出自己的玉佩让梁松卖了。 一来买些米面肉食, 二来买些上好的笔墨。 她说进了考场, 一定要用最好的笔墨去答卷, 这样考官看了, 才不会觉得考生寒酸而轻视。 官场上捧高踩低的门门道道, 她如数家珍, 一边言墨一边说给梁松听。 梁松也就再也不提 让她回家的事情了。 直到除夕之前, 她的未婚夫一身煞气找上门来。 我才知道, 原来她是丞相独女。 她逃了和静远小侯爷 新思来的婚, 赵家和新家找人都要找疯了。 新小侯爷并没有为难我们, 只是将赵斐儿带走了事。 从那之后四个月, 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直到今日, 她约我到茶楼, 开口便要我合理。 看到梁松如此态度, 我心下已经明白, 这个男人留不住了。 我凉凉质问梁松, 你们是何时勾搭上的? 什么勾搭? 你,梁松皱着眉, 想反驳我这粗言比语。 但看到我已经红透的眼眶, 她突然又不敢正眼看我了。 总之就是如此, 我不能对不起斐儿, 你, 你如果念及往日恩情, 就签了和黎叔吧。 和黎叔就在眼前, 我认不全上面的字, 拿起来, 当着他们的面撕烂。 我咬牙说, 可以, 但我只要修书。 刚刚三甲吉地, 便急着修七, 攀赴高门。 这事传出去, 梁松颜面扫地不说, 仕途也会受影响。 赵斐儿握着梁松的手, 像只斗圣的母鸡。 松郎你看, 这女人根本就不爱你, 枉你还这么维护她, 而且她欺骗你在先, 你不要再被她蒙蔽了, 她只会害了你。 这眉头莫尾的指责, 荒谬到可笑。 我问, 我欺骗她什么了? 又害她什么了? 赵斐儿趾高气昂地看着我。 别装了, 你是醉沉之后, 十年前, 你爹因为贪末赈灾款被处斩。 我父亲当年在户部任职, 几番周旋才为灾民多挣得四万两银子, 转眼间就被你爹贪了。 多亏我父亲警觉, 才没有让你们逍遥法外。 你一个贱级女子, 本就没有资格和松郎成婚, 更没有资格做命官家眷, 让你和离根本就是为你好。 你故意欺瞒是要下语的。 赵斐儿嘴角张合, 可她后面说的话, 我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 十年前, 她莫赈灾款被处斩, 醉沉之后。 为了抢我官人, 赵斐儿居然被地理调查我。 这么处心积虑, 还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好。 此番必定是无法善了了。 我沉沉呼吸, 才看看让自己冷静下来, 坦然道, 官人, 这件事, 我确实没有告诉你。 梁松恶然, 什么? 你竟然? 我抢仙道, 可我们相识时, 我随意赴卖场为生, 你说过不在乎我的身份。 梁松变了脸色, 我不在乎贫贱, 可你是罪臣之女, 我的仕途会毁在你的身份上, 你难道没有为我想过吗? 确实是我错了, 我同意和离, 我揉了揉眼角。 转而换了一副态度, 哀求道, 可一日敷七百日恩, 我总归还是会难过的。 官人, 看在这三年的情分上, 你宽限我一些日子吧。 我哽咽着说完, 学着赵斐儿的样子垂泪, 可怜无助地望向梁松。 我也曾登台唱过曲, 柔弱无辜, 不比赵斐儿装得差。 梁松张了张口, 最终还是没有再说出逼迫我的话来。 我了解她, 她一向心软, 这是好事, 也是坏事。 趁她犹豫, 我又冷嗖嗖补上两句。 再说了, 闹大了, 对你们又有什么好处? 难不成, 真的要为我这个醉沉之后, 搭上你的仕途吗? 本来赵斐儿是打算不依不饶的, 听了我的话, 也冷静下来。 思量再三, 他们给了我一个月期限。 期限一到, 签下和离书, 离开京城, 此生再不相见。 他们恩恩爱爱地走了, 我强撑着的一口气, 也立刻散了。 我想给自己倒杯茶, 手却抖得不成样子。 我心乱, 没注意何时又来了人, 直到从鞋里伸出一只手接过茶盏, 稳稳倒了一杯茶, 放到我面前。 我抬头一看, 心小侯爷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我颓然靠在椅背上, 小侯爷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心思来毫不客气地坐下, 顺手也给自己倒了杯茶。 笑话没看成, 倒是看到你挺有一手。 软硬兼施, 刚柔并济, 炭花郎和丞相独女都拿你没办法, 着实让人佩服啊。 我刚想说一句客气了, 心思来不紧不慢地又来了一句。 不过你当日骂我的话言由在耳, 现在想来, 嘖嘖也确实可笑。 我甘笑一声, 小侯爷说笑了。 当日是赵斐儿那块玉佩, 招来了新小侯爷。 他拿着玉佩闯进我家门, 冷着一张脸, 抚兵将我的院子团团围住, 气势着实吓人。 赵斐儿躲在我身后, 抱着我, 当场就哭了出来。 我被吓过头了, 也苟急跳墙, 一个没忍住, 指着他鼻子就骂。 夫妻本是缘分, 若不是两人情投意合, 那便是强扭的瓜。 人家姑娘不喜欢你, 你这么纠缠不放, 不觉得自己太无耻了吗? 你这人看起来人模狗样的, 形势居然像个土匪山贼, 吓唬谁呢? 当初心思来被我骂得一愣一愣的, 可现在想想那些话, 骂到如今的我头上, 也分毫不差。 我喝了口茶, 有些凉, 不过总算是缓过那口气来。 我把小二叫上来, 点了最贵的茶和点心, 又要了纸笔, 对心思来说。 来都来了, 请小侯爷喝杯茶, 就当赔罪了。 反正这雅间是赵斐儿的包厢, 一英花费都记在他账上。 心思来失笑, 你倒是能屈能伸。 我问, 小侯爷怎么这要瞧, 也在这。 心思来一直隔壁, 直言不讳, 这京城太无聊, 听说赵斐儿约了你, 特意过来听墙脚的。 我把纸笔推到他面前, 陪笑, 来都来了, 不如小侯爷顺手帮我写封信, 我一个乡野村妇, 不太识字。 这心小侯爷阴晴不定, 挑眉问道, 我为什么要帮你? 你官人拐走了我的未婚妻, 好大衣顶绿帽子。 我, 这不就巧了吗? 你未婚妻勾搭走我官人, 同是天涯沦落人,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心思来上下打量着我, 一脸不可思议, 我竟然被你说服了。 他提起笔, 问我, 写什么? 我斟酌一番, 只让他写了一封 让义父尽快静静的书信。 写完, 他用自己的名义, 吩咐小二按照 我给的地址寄出去。 想了想, 又拿出一块玉佩给我, 说, 日后有其他需要帮忙的, 尽管来找我。 那玉佩是他病亲时 送给赵斐儿的, 后来被梁松卖掉, 兜兜转转, 又回到他手里。 我可不敢收。 他却说, 亲事已经黄了, 留着也无用, 全当我提前买个票, 看你要唱什么戏。 我呵呵一笑, 小侯爷过奖了, 不过眼下还真有件事, 想请小侯爷帮忙。 我要找一位十字先生, 要嘴严, 可靠, 不怕似的。 新小侯爷做事就是麻利, 很快就告诉我找到人了。 先生姓秦, 年纪小, 但是学问高。 我整理出家中书信, 捡了几封相关的, 把上面的生字一个一个描写下来, 准备带去给秦先生看。 梁松以为我出身乡野, 大字不识, 但在我父亲过世前, 我也是正经读过几年学堂的, 粗略认的一些字。 只是后来跟着义父卖场为生, 生活艰难, 根本没有工夫去读书任字。 梁松有次喝了酒回来, 跟我吹嘘过, 自己得了贵人相助, 这次一定能金榜提名。 之后, 他的书信越来越多, 偶尔问起, 他都神神秘秘地 不肯多说, 只叫我等着好消息。 不出我所料, 那些往来书信里, 却有一些和考试相关。 许久不拿笔, 手腕居然有些软了, 我正磕磕巴巴描写, 就听到有人在砸门。 来人声音相当耳熟, 是梁松的母亲。 他不知何时来的京城, 一改往日灰头土脸的模样, 穿金带银地站在我的院子里。 我就说嘛, 我儿子人中龙凤, 要不是被你这狐狸精迷了眼, 也不至于现在才高中。 他张嘴就是乌言晦语, 一边拆人收拾梁松的东西, 一边对我要武扬威。 这飞儿姑娘啊, 对我儿子体贴周到, 对我也是温柔孝顺, 生怕我们母子俩 在京城受委屈, 这不, 特意安排了大院子给我们住, 还有下人奴仆, 样样不缺。 他捏着手绢捂住鼻子, 嫌弃地看了我一眼, 有些人啊, 一辈子就只配住在这臭气冲天的狗窝里。 我提醒他, 即便是狗窝, 你儿子也是从这里爬出去的。 两母翻了个白眼, 今时不同往日了, 你识相的, 就赶紧把和黎叔签了, 别耽误我儿子大好前程。 梁松已经走了, 断不会再惦记着他那些破烂东西。 因梁松以前处处维护我, 他这母亲, 一直看我不顺眼。 收拾东西只是个由头, 今日他借着赵斐儿的事前呼后拥, 是故意跑来奚落我的。 我幼时也见过不少权贵人家的夫人, 像她这样沉不住气落井下沉的性子, 一般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我思量一番, 笑着问他, 你可知你那斐儿姑娘, 为什么这么着急要嫁给梁松? 他得意洋洋道, 我儿子可是叹花郎, 公主都配得上。 这满京城里, 哪家姑娘不想嫁给他? 我故作惊讶道, 您不是被人骗了吧? 那斐儿姑娘曾经和人私奔过, 为此新小侯爷还退了她的婚。 这事满京城都知道, 合着就您这未来婆母不知道啊。 梁母脸色一下暗了下来, 你胡说什么呢? 我只指跟着她来的下人们, 你要不问问她们? 梁母立刻抓住一个小丫头, 那丫头慌张, 头都不敢抬, 一个劲得摇头说奴婢不知道, 奴婢什么都不知道。 这下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我又对梁母一指门口, 这都是赵斐儿的人, 哪会跟你说实话呀? 不如您出去随便找个人问问, 一问便知。 在梁母眼里, 佩公主都绰绰有余的儿子, 居然要娶一个被人退过婚的女人, 这女人还和别人私奔过。 她脸彻底绿了, 也顾不上收拾什么东西, 气冲冲地回去兴师问罪了。 我把一团乱的院子收拾好, 又去给自己买了最爱吃的红豆糕。 坐在院子里, 晒着春日太阳, 暖洋洋地吃完。 往日里要照顾梁松, 一刻都闲不下来, 哪有这种悠闲日子。 吃完姑墨这时间差不多了, 我揣着几张纸, 去了不远处的书院。 书院很大, 前院传来学子们送书的声音, 秦先生在一处安静的书房里等我。 就如新小侯爷说的, 这秦先生看起来还没我年纪大, 一脸稚嫩。 我把那几张描写下来的纸放到他面前, 请他教我认上面的字。 他倒也真是嘴言可靠, 也不问我是谁, 要做什么, 只教我认字。 不是我不相信心思来, 只是经成水深, 确保万无一失之前, 我不敢把自己的牌面给任何人看。 小秦先生年纪虽小, 说话却有些老气横秋, 一副老先生的样子。 无奈我多年不习字, 进度实在是慢。 一个时辰后, 小秦先生耐心耗尽, 摔笔而去, 让我自己好好温习。 他刚出门, 心思来兴冲冲地推门而入, 你怎么塌了? 我还从未见过 姓秦的这么气急败坏的样子。 我捏着笔, 埋头写字, 问道, 怎么哪都有你? 心思来看了一眼我的字, 立刻一副了然的表情。 他活到这么大, 应该都没见过这么笨的学生吧? 你这个册字, 没有一个写对的, 我教你写。 说着, 他温热掌心, 便包裹住我的手, 带着我一笔一笔描摹。 笔尖扫过宣纸沙沙作响, 他的呼吸扫过我耳后, 吹散一缕青丝。 我心里一跳, 回过神来, 从他手中抽出手。 他还保持着握笔弯腰的姿势, 似乎也才惊觉自己愉悦了, 目光慌乱地不知该放到哪。 我后退一步, 他的脸离我咫尺之遥, 正在我的目光下, 一点点变红。 这看起来玩世不恭的小侯爷, 居然是个会害羞的。 那个, 我深吸一口气, 率先开口问, 赵斐尔, 对, 赵斐尔那次私奔, 说过他有一个心上人, 我想了想, 应该不是梁松, 时间对不上。 磕磕, 嗯, 不是梁松, 是姓张的一个书生, 我见过。 他停顿了一下, 十分不愤地继续道, 那个张书生, 人品差, 长得丑, 还矮, 赵斐尔是瞎了眼吗, 居然瞧不上我。 我看着他写的字, 也没比我写得好看到哪里去, 忍不住说, 大概是瞧不上你的字吧。 他瞪我一眼, 但看到自己那惨不忍睹的字, 也忍不住笑了。 你说得没错, 赵斐尔爱诗词, 我一个武将, 哪会写什么酸诗啊? 姓张的那个, 上次科举落榜, 靠着诗词在京城有一些名气, 便投到丞相门下做了个客卿, 认识了赵斐尔。 一来二去, 两人借诗词生了情愫, 只不过赵斐尔那个丞相爹, 肯定不会同意的。 我有些惊讶, 你怎么这么清楚? 他挑眉, 我问过张书生了呀。 这新小侯爷, 真乃天降奇才。 他得知赵斐尔逃婚, 不声不响, 暗中跟着赵斐尔, 得知自己头顶绿帽, 也没发作, 只是随便安了个偷盗的罪名, 把张书生抓起来关进了京兆大牢。 审了两次, 张书生全招了, 就是一个攀龙附奉之徒, 想借着赵斐尔谋个一官半职。 新思来本是觉得, 自己和赵斐尔虽然是娃娃亲, 但他常年不在京城, 两人确实没什么感情。 赵斐尔又年少无知, 被有心之人算计, 也不能全怪到他头上。 所以干脆就关着张书生, 断了两人联系。 反正没出大事, 只要等赵斐尔回头即可。 他料想得不错, 赵斐尔确实少年心性。 可他千算万算, 没算到赵斐尔移情别恋的速度居然这么快, 转眼就忘了张书生, 爱上梁松。 第二顶绿帽子扣上, 他才看清, 赵斐尔满脑子只有情爱, 当真是无可救药。 如今张书生还在京兆大牢里关着, 没有心想侯爷放话, 京兆尹尔是万万不敢随便放人的。 我听完, 乐得手直抖, 磨点都要甩到他脸上。 他嫌弃地躲开我, 愤愤不平, 不就是会写个诗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人确实有意思, 都戴了两顶绿帽了, 最生气也不过把人关起来, 还好吃好喝供应着。 我止住笑, 说, 把人放出来吧, 再关下去, 就没戏唱了。 梁松奉召入汉林院供职, 第一日就被张书生堵在街上。 大街上人来人往, 张书生也不顾什么体面了, 指着梁松的鼻子破口大骂。 什么探花廊? 我看是出卖色相, 被丞相独女看上, 才有了你今日吧。 你不过长了一张漂亮的脸, 就妄想攀附富贵。 落矮, 高菩萨, 何世开, 张一知, 古往今来, 以色世人哪个友好下场? 无耻之徒, 下见小人。 那日我特意约了小秦先生 在旁边的茶楼席字, 听着街上热闹, 认字都快了许多。 小秦先生安静喝着茶, 听到精彩处, 嘴角都忍不住抽搐。 他含蓄赞叹道, 果然还得是读书人, 骂人才精彩。 没过多久, 欣思来拎着只烧鸡来找我。 御使台上奏, 参照丞相至家不言, 教女无方, 致使其女私得败坏, 负得有亏。 烧鸡香喷喷, 我撕了个鸡腿, 无视欣思来伸过来的手, 自顾自吃了起来。 梁母那日回去, 大闹一场。 赵斐尔曾与人私奔过的事情, 被他闹得人尽皆知。 张书生又日日去赌梁松, 没皮没脸的纠缠。 连带着丞相符, 也成了笑话。 人们茶余饭后, 还会忍不住同情一句心小厚野。 吃了两口, 我感慨道, 你瞧, 这世间男女情势, 不管男人做了什么, 到最后都只会怪罪到女人头上。 罪名赵斐尔全丹了, 居然半点没扯上梁松。 心思来祈祷, 你不恨赵斐尔。 我立刻反问, 我为什么要恨他? 瞧他一脸迷惑的样子, 我又忍不住笑他, 你是太无聊, 画本子看多了吧? 我靠在院中的躺椅上, 看着弯弯明月爬上来。 心思来等着看戏, 不过是想看 疯婆子怎么报复狗男女。 这种戏码, 三文前一本的画本上 写得比我更精彩。 心思来评价赵斐尔, 有句话很对, 他就是一个满脑子情爱的蠢货, 无药可救。 他此生都会在情爱中浮沉, 不会只被人哄骗一次, 我为什么要花力气去恨他? 我还有别的事要做。 人如果只为情爱而活, 那可真是白来世上一遭。 我也没那么恨梁松, 真要说有什么, 大概是失望吧。 我早年随义父卖畅为生, 被恶霸地痞所扰。 义父被打断了腿, 反还被诬陷下雨, 使梁松挺身而出, 到衙门为我们作证, 还我们清白。 那时他谦谦君子, 傲然立于明镜高悬牌匾下, 字字句句质问县令 为何草率判案? 我们都心知肚明, 县令收了恶霸的钱。 梁松问罪县令, 说自己有朝一日为官, 必定断尽天下不公事, 还乾坤一个清明浩然。 可是来到京城后, 他也开始懂了 官场钻营那一套, 到处参加诗会, 巴结权贵。 赵斐尔教他的那些, 在他眼里大概字字珠鸡, 奉为闺孽。 他忘记自己为官的初心, 让自己沉浸了官场的黑水中, 我爱的那个梁松, 早已经死了。 心思来望着我, 久久不语。 我问他, 失望吗? 这出戏, 可远没有你想的精彩。 他摇摇头, 感叹道, 人各有志, 缘分尽了, 便各走各的路, 只需问心无愧, 事过无悔。 我正愣一下, 难难道, 问心无愧, 事过无悔。 他眼中映着月华之光, 难得正经地开口。 这话是别人告诉我的, 我记了很多年。 我年少时在京城, 认识一个人, 文若书生, 却铁骨蒸蒸。 宁愿自己被贬处出京, 也要为寒冤受趋的人讨一个公道。 若真有人能还乾坤一个清明浩然, 除他之外, 我想不到还有谁。 那个人是当时的大理寺少卿, 他叫叶芷, 只可惜他, 心思来没有再说下去。 我心里却像是被人掐了一下, 狠狠一疼, 不自在地别过头去。 天上明月佳佳, 天下人心晦暗, 能始终不忘出新的, 又有几人呢? 是我对梁松期待过高了。 我的期待和寄托, 当是我自己, 不该是任何旁人。 我眨眨眼, 将心头涌动的情绪悉数咽下, 起身拿出一坛酒。 这是我亲手酿的, 本来是打算等梁松高中之后庆祝用的。 就像心思来的玉佩一样, 如今也用不上了, 那就便宜心思来吧。 我日日去找小秦先生识字, 大概我资质确实太差, 这些日子小秦先生已经捏断三根笔, 咬坏两个慈悲了。 但他被我气着也是自己生闷气, 从没有对我发过火。 小小年纪, 如此涵养, 以后一定比心思来那丝更成气候。 多亏了他, 梁松的信件, 我已经认得七七八八了。 我耐心耗着日子, 慢慢认字, 但是梁松突然沉不住气了。 自从那日茶楼一别, 时隔半月, 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梁母气势汹汹进门, 一把将和黎叔拍在桌子上。 我说, 婆母近日干火旺, 苦瓜清热, 要多吃。 梁松跟在后面进门, 劝说道, 母亲, 别动气, 云儿通情达理, 好好说, 她会明白的。 梁母恨铁不成钢, 这小贱人就是想拖累死你, 你还护着他。 这母子俩一个踩一个捧, 显然是有备而来。 之前请小秦先生帮我写了封修书, 我也拿了出来, 一把拍在桌子上。 我看着梁松, 观人同意休期了。 梁松脸色一变, 今日是来与你商量的, 忘能宽限半个月。 我, 不能。 梁松叹了一口气, 说, 你我成婚以来, 我从未亏待过你, 你三年未有所出, 我还处处维护, 如今你连钉点情分都不讲了吗? 情分? 我呵呵一笑, 这三年, 我无微不至照顾你, 好让你安心读书。 你用的笔墨纸燕, 你吃的米面肉菜, 你的冬一下扇, 哪一个不是我替人将洗缝补赚来的? 梁松, 我也并不欠你什么。 梁松无言, 梁母倒是发作起来了。 她上来撕扯我, 一边撕扯还一边骂。 要不是因为你, 我儿子三年前就高中了, 都是被你这个贱人给耽误的。 如今你还要拖累他, 还要拖累他。 我推开他, 一巴掌狠狠甩在他脸上。 煞时间, 空气都安静了。 这三年, 他对我多番刁难, 为了梁松, 我都忍气吞声, 自己咽下去。 如今都要末路了, 难道还要再忍吗? 梁母捂着脸嚎啕大哭, 扯着他儿子的衣袖, 你瞧, 你瞧。 这女人蛇蟹心肠, 儿啊, 万万不能留情。 她欺瞒你出身在先, 一个贱级女子, 就算打死她, 你也没有错处。 好啊, 打死她吧, 我顺手帮你们曝光深渊如何, 门外传来新思来的声音。 她斜靠着门框, 一脸看热闹, 不嫌是大的表情。 梁母似乎被新思来的话点醒, 精神一震, 报官。 对, 报官。 她殴打婆母, 一定要修了她。 新思来夸张地拍手, 哎呀, 我还能作证, 臣是每一朝得事, 携带恶毒婆母, 逼修糟糠之妻, 精彩得很。 她摇头晃脑, 像个说书先生一样, 会声会色。 我在暗处对她翻了个白眼, 梁母张嘴就要骂她, 被梁松一把拦下来。 梁松不敢得罪她, 只能好言好语, 心笑侯爷, 既然已经退婚, 何必又这么咄咄逼人呢? 心思来正眼都没瞧她, 冷笑一声, 探花郎真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呢? 看你和赵斐儿这对狗男女, 我都觉得眼镜脏, 不过就是看不下去你所作所为, 出来说一句公道话罢了。 如果放在以前, 被如此羞辱, 梁松一定反唇相机, 以她的变才, 十个心思来都不够打。 但现在她凭不清云再望, 凡事先权衡利弊, 被权势封了口。 梁松不愿与心思来起冲突, 只能转向我。 她也终于沉了脸, 不再与我讲什么情分, 无子, 不顺父母, 期出已犯其二, 夜临云, 即便是休妻, 我也没有错。 我也不是不行。 梁松一正, 什么? 合理呀, 我笑着看她, 也不是不行, 但我有条件。 等赵斐儿进门之后, 我一定谦和黎叔。 梁松彻底丢了涵养, 你欺人太甚, 我也不装了, 历声道。 我对赵斐儿有救命之恩, 她从未感谢过我, 一字一句, 还被地里翘我墙脚。 她忘恩负义在先, 你们逼迫我在后, 真当我是菩萨心常任你们拿捏吗? 梁松, 我吃软不吃硬, 今天你们闹着一出, 这和黎叔我更不会签了。 我要赵斐儿以, 妾是明义进门, 给我这个主母敬茶。 黄丰伟后真, 罪毒妇人心。 梁松走后, 心思来这么评价我。 要是休妻, 梁松就要被人骂背信弃义, 为了荣华富贵, 抛弃遭康之妻。 要是和黎, 就得委屈赵斐儿, 赵丞相这棵大树 未必能抱的牢固。 我气还没顺过来, 众没问她, 怎么哪都有你? 她对我的恶劣态度毫不在意, 兴致勃勃地说, 打个赌如何, 我赌你赢。 这话倒是把我说晕了, 什么意思? 心思来神秘一笑, 我赌你能喝上赵斐儿的妾室茶。 我, 好啊, 赌什么? 她凑近看着我, 若我赌赢了, 你回答我两个问题便可。 若我赌输了, 随便你想让我做什么? 两日后, 我不得不再次赞叹 新小后爷真乃天将其才。 她居然能未卜先知。 梁松叫人知会我, 五日后她娶赵斐儿进门, 让我到时候去签和黎叔。 我反复跟送信的小司 确认好几遍, 才确定自己没听错。 赵斐儿满脑子情爱, 她会答应 以妾室身份进门, 我不意外。 但丞相府居然也会答应, 这一家子是都被下了降头吗? 我来不及细想其中缘由, 义父静惊了。 她腿脚不变, 又带着我要的东西, 好在是赶来了。 她听说了我和梁松的事情, 气得骂了一整夜。 末了。 又去给我买了红豆糕, 安慰我说, 鱼儿你辛苦了。 我扶着她去晒太阳, 说,鱼儿很好, 不辛苦, 以后鱼儿和义父都是好日子了。 义父带来一个箱子, 这些年我们四处奔波, 没有什么家当, 这个箱子就是全部了。 打开箱子, 里面满满都是暗卷。 我伸手俯过, 纸张有些泛黄, 但都被义父细心保存着, 没有一丝重铸破损。 他总说, 这是我父亲生前留下的唯一东西, 如果连这都保存不好, 那他太失职了。 义父是父亲生前的护卫, 父亲死后, 一直是义父抚养我。 我父亲夜旨, 曾任大理寺少卿, 断案无数, 因得罪权贵, 被贬处出京。 到永州上任后, 又遭奸人所害, 冤死狱中。 父亲入狱后, 我曾去探望他。 他被用了大型, 浑身血淋淋, 眼睛却前所未有的量。 他是那种, 越是逆境, 越是不屈的人, 一身铁骨, 宁折不弯。 见到我, 他立刻抓住我, 急切地要告诉我什么。 但他舌头被割断, 我只能从他断断续续的话中, 拼凑出那个害他的人。 父亲查过账, 发现一个关键。 有人巧立明目, 多从户部 批到四万两银子, 最终一分都没有到灾民手里。 那个人就是贪污案的幕后黑手, 告诉我这些的第二天, 他就死在狱中。 别人说他畏罪自杀, 盖棺定论。 那时我年纪小, 即便知道有人害了我父亲, 也根本查不到那个人到底是谁。 直到赵斐儿在茶楼告诉我, 别装了, 你是醉沉之后, 十年前, 你爹因为贪磨赈灾款被处斩。 我父亲当年在户部任职, 几番周旋, 才为灾民多挣得四万两银子, 转眼间就被你爹贪了。 多亏我父亲警觉, 才没有让你们逍遥法外。 这十年, 我颠沛琉璃, 午夜梦回都是漆黑牢狱中, 父亲那双明亮的眼睛。 我想过办法探查, 但力不从心, 始终没有结果。 兜兜转转, 老天将仇人送到了我面前。 赵斐儿进门那日, 我端坐在主母之位, 喝下她敬的妾室茶。 她食指紧紧掐着婚服, 青筋抱起, 像是在掐着我的脖子。 我也终于知道她 为什么等不及了。 茶楼相见那日, 我就觉得她圆润了一些, 本以为是丞相府的日子养人。 没想到今日, 她几次恶心呕吐, 这明晃晃就是在害喜啊。 宽大的洗服, 看看遮住她的肚子。 丞相府为了遮丑, 女儿作妾便也忍了。 喝完茶, 我痛痛快快签下和黎叔。 潇洒离去, 开玩笑, 眼见她楼要塌了, 此时不跑, 难道要留下给他们陪葬吗? 离开梁家大门, 我便去了大理寺, 一纸撞书, 举报科举舞弊。 大理寺的立足 接了我的撞书, 小跑进去。 没一会儿, 居然出来将我绑了。 姓李的少卿浑身懒散, 松松垮垮坐在高堂之上。 他放下撞书, 开口第一句话时, 当朝律, 以妻告福, 先行账八十。 我挣扎两下, 高喊, 大人, 我们已经合理, 不是夫妻了。 可是李少卿眼皮都没抬一下, 对人抬抬手, 来人, 行行。 我继续高喊, 放开我, 我有何离书。 你们这是罔顾律法。 父亲曾说, 大理寺断岸深渊, 不是权贵, 只遵律法。 可如今的大理寺, 看见撞书上写着 炭花廊和丞相的名字, 立刻就怕了。 堂下立足七手八脚将我按下, 眼看板子就要打到我身上。 慢着, 一个轻亮的声音传来, 立足看了看来人, 立刻停了手。 就连高高在上的李少卿 也起身迎了过来。 我回头看去, 那人逆光而来, 身量瘦弱, 背脊却挺拔如松。 小秦先生, 李少卿, 秦大人, 怎么有空来大理寺了? 小秦先生站在堂下, 听闻有人举报科举舞弊, 我当然要来看看。 李少卿请他落了座, 把撞书送到他手上。 这妇人曾是梁大人原配妻子, 不满梁大人另娶, 所以跑来诬告。 一个泼皮无赖罢了, 怎能劳烦秦大人。 我惊疑不定地跪在堂下, 看着小秦先生接过撞书。 他扫了一眼, 一言难尽地望向我, 说, 这字写得, 确实像个泼皮无赖。 我。 小秦先生摇摇头, 自顾自收了撞书揣起来。 李少卿没料到他有这一手, 顿时慌了, 秦大人, 这可是我大理寺的案子。 小秦先生一阵衣袖, 大理寺不敢管, 我御史台便来管一管, 我倒要看看这天子脚下, 究竟什么痴妹王俩能翻出天去。 他起身就要走, 经过我身边, 看到我一副呆滞的表情。 小秦先生瞪我, 还不赶紧跟我走。 我挣扎两下, 先生您是瞎了吗? 我还被五花大绑着呢? 他回头看着李少卿, 僵持半赏, 毫不退让。 李少卿终于让人给我松了绑。 出了大理寺, 我拉住他问,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只说, 要个十字先生, 新思来这是开了什么神通。 想到新思来, 他立刻就出现在眼前。 他利落地翻身下马, 指着小秦先生对我说, 这位可是我朝最年轻的御史大夫, 秦昂之。 到了御史台, 我问新思来, 你为什么没有早告诉我? 新思来一脸无辜, 你只说要十字, 嘴言, 可靠, 不怕事, 可没说不要御史台的人。 我想反驳, 他抢先辩解, 再说了, 除了他, 没有别人能满足你的要求啊。 我想了想, 不可思议道, 我竟然被你说服了。 我又问, 他有官职在身, 怎么会屈尊来做个十字先生? 新思来一脸得意, 说来话长, 总之就是他射箭输给我了, 愿赌服输。 我惊奇于他脸皮之后, 你一个武将, 跟文若书生比射箭, 这不是欺负人吗? 新思来却对我白白手, 可别小瞧他, 君子六义, 射箭他可厉害着呢。 小秦先生从我的撞书里抬起头, 凉凉接了一句, 君子六义, 只输了一亿, 我就要去做个十字先生, 我一直没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看着他手里的撞书, 我不敢说话。 小秦先生又瞥我一眼, 不过现在明白了, 老天爷这是送了我一个大案子, 让我今年官生三级有啊。 好人有好报。 可见老天还是有眼的。 小秦先生虽然嫌弃我笨, 但他认认真真教我十字, 从不敷衍。 新思来虽然被我骂过, 看起来吊耳郎当, 却不计前嫌, 帮我很多。 我起身对他二人行礼, 我来京城半年, 认识的人不多, 你们二位是真心待我的。 新思来, 我是在做梦吗? 你使唤我这么多回, 居然会谢我。 小秦先生, 谢就免了, 我还是选官升三级。 第二日, 秦昂芝带着我手中的往来书信, 和张书生的口供, 弹劾当朝丞相, 参与科举舞弊。 这事其实赵丞相并不知情。 赵斐儿是丞相独女, 愿意为他办事的人很多, 买通一个主考官不是问题。 本来这事是为张书生谋话的, 但恰好张书生被新思来关进大牢, 歪打正着, 田义了梁松。 所以张书生出狱之后才那么气愤, 不顾体面也要当街骂人。 这不仅仅是夺妻之仇。 本来秦昂芝是打算连同当年的贪污案一起参了, 但被新思来拦下。 现在仅仅只有我父亲留下的案卷, 证据不足, 冲动只会打草惊蛇, 大杀器要留到最后采访。 如今只捅出科举舞弊的案子, 皇帝已然大怒。 令秦昂芝彻查, 梁松和赵丞相在案情查明之前。 不得入朝, 秦昂芝揣着一副广开连坐的架势, 锋芒毕露, 十分骇人。 新思来黑心地建议他从主考官履历下手, 拔出萝卜带出泥, 直接查到了户部。 趁着这段时间, 我和秦昂芝日夜不停地查阅卷宗。 我识字不多, 但户部往年的账簿, 还是能看懂的。 赵丞相在户部任职的时候, 账簿多有混乱, 很多款项看着正常, 但细细追查下去, 银钱竟然大多不翼而飞。 浩如烟海的账簿中, 有个名字一下击中了我, 新念回。 秦昂芝看我大惊小怪的样子, 这是新思来的兄长, 上一任静远侯。 我翻出几本账簿, 前后三年, 各种明目的支出款项。 对秦昂芝说, 光是付给新念回的君相, 就不见了四十万两。 秦昂芝听闻, 立刻在我父亲的案卷中翻找。 他口中喃喃,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十二年前, 新念回上报君相不足, 反而被人诬告贪莫君相, 下遇问罪。 后来因为证据不足, 虽然被放出来了, 但也被耻夺爵位。 之后他重回边关, 没多久便站死了。 我翻查账簿的手有些抖, 十二年前, 正是我父亲被贬出出京的时候, 整整一个月。 我都不见新思来的踪影, 每次问起, 秦昂芝都说他有别的事去做。 在秦昂芝口中, 我也断断续续拼凑出了当年的过往。 十二年前, 秦昂芝被下遇问罪, 案件交由大理寺彻查。 我父亲虽然不负责这个案子, 但他发现了些蹊跷, 不顾四卿阻拦, 为秦昂芝仗义直言, 为此得罪了不少人。 没多久, 父亲被贬处出京, 到永州任职。 新念回的案子也不了了之, 重回边关没多久便战死, 年幼的新思来远赴边关参军。 两年后, 新思来靠军功承袭靖远侯爵位, 他听闻我父亲被处死, 曾派人去永州寻找我。 但山条水远, 那时候母亲郁郁而终, 我已经跟着义父流落江湖, 他没能找到我的踪迹。 他在边关封双刀剑, 我在乡野挣扎求生。 至此又十年过去, 他回京城树植, 我陪梁松赶考, 因为一个赵斐儿, 认识了对方。 我看着重新整理出来的账簿, 庄庄渐渐, 只要有心追查下去, 一定会发现蛛丝马迹。 可不管是当年, 还是现在, 有人掩盖罪证, 有人放任不管。 这些人赚了大把的银子, 在官场平步青云。 而我父亲查到真相, 最终客死一乡。 现在我和秦昂之也查到了真相, 有人前进他家, 一把火烧了他的书房。 我和他顶着大火, 冒死也只是抢救出一部分案卷和账簿。 秦昂之, 颓然坐在地上, 心灰意冷。 他少年终局, 十七岁就进了御史台, 参奏大臣, 建言君主, 从来都是无往不利。 平时往来, 也都是御史台的纯职忠臣, 对他这个后辈爱护有加。 他有傲气, 有坚守, 认定自己是动粮之财。 直到他开始调查这件案子, 才发现, 原来以前的无往不利, 只不过因为自己触碰到的都是些小事。 太小了, 小到在这一滩黑水中掀不起任何风浪, 所以旁人恭维他, 称赞他。 现在终于动了别人的根本, 他才看见自己的渺小。 原来想好好围观, 不忘初心, 并不是那么容易。 这些日子, 有人塞了大把银子要来拜会他。 他的亲族好友, 旁敲侧击地询问案子进度。 甚至御史台同僚中, 也有流言蜚语说他贪功冒进。 直到眼前, 一把大火彻夜不熄。 天亮之时, 我按着他的肩膀, 将他从地上拖起来。 他们都不怕, 你怕什么? 挣个鱼死网破, 我看谁能逃得了。 秦昂之重整官服禁殿, 带着残存的证据。 将案情一一奏饼。 我手持永州百姓写给我父亲的万民书, 在宫门外, 敲响了灯文鼓。 鼓声阵阵, 直达金鸾殿。 我整夜未眠, 敲骨, 敲得渐渐脱利。 就在我快要撑不住的时候, 一只手接过鼓锤, 鼓声顿时大震。 我回头一看, 新思来风尘仆仆, 身后几辆马车依次裂开, 车前跪着一个人。 我有些看不懂, 问, 这是什么? 新思来重重敲了一下鼓, 说, 人证, 物证。 那马车上拉的是五十万两黄金, 跪着的, 是当年将我父亲逼死在牢狱中的永州之府。 大殿之上远远传来宣召声。 宣, 敬远侯新思来, 前大理寺少卿夜旨之女夜里, 云云, 禁殿。 新思来找到了当年的永州之府, 还挖出了他藏起来的赃款。 人证物证据在, 冰山一角, 直指曾任户部尚书的赵丞相。 皇帝为了让秦昂之放手去查, 特意将御邻军派去给他调遣。 他憋着一口气, 重启庄庄旧案, 不眠不休地查下去, 终于定死了赵丞相。 赵丞相被抄家流放, 所有涉案官员, 不论品级, 都被问罪严惩。 再见秦昂之, 已经是两个月后, 盛夏之夜。 尘埃落定, 他如愿官升三级。 新思来百宴, 为他庆贺。 京城最贵的酒楼, 最好的酒, 只有我们三人。 秦昂之像是终于长大了一般, 退去一身稚气, 却在喝酒时被呛到原形毕露, 磕磕, 怎么这么辣? 我笑他, 没喝过就别装了。 新思来给我倒了一杯酒, 恭喜你, 终于为你父亲洗脱冤屈。 我回敬他一杯, 你兄长也是, 我父亲没有看错人。 说到我父亲, 他难得也正经起来。 当年兄长的知, 自己连累叶少卿被贬出, 十分愧疚, 他身在牢中, 让我替他去送行。 但是叶少卿没有一丝 被贬出的落寞, 反而劝我不要介怀。 他说那是他自己的选择, 凡事问心无愧, 事过无悔。 这句话终生不忘。 秦昂之一杯酒下肚, 逐渐上头。 他扒拉着新思来的肩膀, 醉眼迷蒙地说, 我年少时, 也听闻过叶少卿的名字。 人们都说他从不冤屈任何一个好人, 心如明月, 铁骨蒸蒸。 我那时候年纪小, 心生向往, 便立志将来也要入朝为官, 一定做得比他好。 可惜袁谦一面, 我永远都不能当面跟他比一比了。 我失笑, 你身在御史台, 跟一个大理寺的比什么。 秦昂之大概真的醉了, 咬牙切齿道, 当年我去过大理寺, 他们婉拒了我, 真是有眼无珠。 对, 新思来附和道, 有眼无珠, 居然差点埋没你。 我似乎也有些醉了, 看着他们, 似乎看到了我父亲当年的模样。 他们都是越身处黑暗, 一双眼睛越是明亮的人。 秋一渐染时, 我回永州祭奠父亲, 新思来也要重回边关, 秦昂之百忙之中抽出空来送别我们。 他嘱咐我, 回去也要好好练字, 你那字, 真的太像个地痞流氓了。 我, 你就不能不提这茶吗? 他摆摆手, 又去看新思来, 想了半天, 发现没有什么可嘱咐的, 最后憋出一句, 你活着回来就行, 别死了。 新思来, 我谢谢您。 秦昂之完成任务搬跑了, 浴室台还有一堆事情等着他做。 新思来一身戎装, 赢甲赢枪, 鹰气逼人。 想起他往日种种, 我忍不住感慨, 你原来真的是个将军, 他一下脸黑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静远侯的爵位, 都是我一刀一枪拼回来的。 我拿出他的玉佩, 还给他, 新小侯爷, 就此别过, 物归原主。 他白了我一眼, 没有接, 得了吧你。 以后遇到麻烦, 继续拿着玉佩来找我就行。 我立刻喜滋滋地收好, 那就祝新小侯爷旗开得胜, 平安归来, 长命百岁。 他翻身上马, 扬鞭而去, 这段日子恍如一场梦。 聚散有缘, 我们三个, 也许从此明月天涯。 翻外衣, 边关总是多黄沙, 新思来最初不习惯, 他是京城里娇生惯养, 长大的少爷。 但他其实是出生在驿站中。 那年父亲战死, 母亲从边关扶陵回京, 太过劳顿, 在驿站早产生下了他。 母亲给他取名思来, 是为了纪念父亲。 喜我王以, 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 雨雪飞飞。 就像兄长的名字, 念回是母亲盼望父亲能平安归来。 只是母亲身体一向不好, 在他九岁那年, 他只剩下了兄长。 兄长如同他的父亲, 虽然常年不在京城, 但家书从未断过, 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问一问, 可他还是觉得很孤独。 后来他十三岁, 兄长终于回家。 他每日兴高采烈地围着兄长转, 可兄长总是满脸愁容。 家里来人议事, 兄长会让辛斯莱出去玩, 说, 大人的事, 小孩子不要管。 可我不是小孩子了。 辛斯莱总是这样想,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小孩子。 他决定, 将胸肠房里的酒搬出来喝光。 那日下雨, 兄长在书房议事, 府里也没什么人走动。 辛斯莱拎着酒壶, 学着大人的模样, 想要喝得潇洒自艺。 可几杯酒下肚, 他只觉得自己轻飘飘, 全然忘记自己为什么喝酒。 他晕头转向地跑出去, 一不小心, 狡猾摔进了水池。 水池本不深, 但对一个喝了酒的孩子来说, 也足够致命。 他浮浮沉沉, 呼救也没有人听见, 只能咕噜咕噜不停枪水。 就在他绝望地以为自己这次要死了的时候, 一只手从天而降, 将他从水池里拉了上去。 拉他上去的是个从没见过的小姑娘, 救下他之后, 头也不回地走了, 十分高傲。 那段时间, 府里来往的人很多, 也许是谁家的千金, 可他几次询问都没有结果。 之后, 家中再遭变故, 他也没有心思再去找那个小姑娘了。 他只记得, 那个小姑娘为了拉他上去, 右手手腕被驰边的石头划伤, 流了那么多血, 他却一声不吭。 边关十二年, 风霜刀剑催着人长大。 他没有辜负父母和兄长, 一刀一枪重新挣回静远侯的爵位, 在边关出生入死, 让静远侯的名号稳稳立于军中。 朝不宝夕的日子过惯了。 他也就再没记起过 那个曾救过自己命的小姑娘, 直到十二年后, 回京述职, 顺便准备成婚。 婚事是母亲还在世时定下的, 是他的闺中好友的女儿, 名幻妃儿。 可惜他的未婚妻并不重义于他, 婚前与人私奔。 新思来听闻之后, 也只是笑了笑。 将军难免镇前亡, 他的父亲和兄长都是镇前战死, 他并不觉得自己能长命百岁, 何必耽误人家姑娘。 只是他在京中闲得无聊, 难得有乐子, 特别想看看。 秦昂之曾直白地评价他这种行为, 犯贱。 他关了张书生, 跟着赵斐儿。 居然让他发现了 就像赵斐儿的那个女人, 手腕上一模一样的疤。 他既不太清那个姑娘的样子了, 可那道疤却忘不掉。 他找人查了叶林云的来历背景, 很轻易就查到了叶芷的名字。 那个曾经对他说问心无愧, 试过无悔的叶芷, 曾经多次出入侯府, 只为了帮兄长洗脱冤屈的大理寺少卿。 他曾经去寻找过叶芷的家人, 一无所获。 如今兜兜转转, 发现原来他们很早就见过了。 听闻未婚妻逃婚都只想看热闹的心思来, 突然着急了, 他急切地向人打听叶林云现金的生活。 他的夫君对他好不好? 他每日能不能吃饱穿暖? 他今日出门怎么只买菜不买肉呢? 他的裙子都打了十几个补丁了怎么还不换心的? 这种越来越离谱的打听, 秦昂芷也曾直白地评价, 犯贱。 但是辛斯莱停不下来, 他看到赵斐儿和梁松被地里眉来眼去, 更是忍不下去。 他本来不想将退婚的事情闹大, 但是那天气得猪油蒙了心一般, 带着府兵上门去抓赵斐儿, 结果被叶林云骂得狗血淋头。 为此他懊悔不已, 明明自己是受害者, 一时冲动, 在叶林云眼里反而成了棒打鸳鸯的恶人了。 没办法, 他劝说自己, 只能徐徐徒之了。 虽然那时他还并不清楚, 自己究竟想要图什么。 番外二, 近日收到京城来信, 秦昂芝平时话少, 写起信来却啰里啰嗦。 厚厚一落信, 细数了梁松被罢官之后的事情。 梁松不止被罢官, 还被责令终生不得入室, 试图尽毁。 梁松本是读书人, 除了读书, 什么都不会, 先是靠老母, 后来是我, 之后是赵斐儿。 她才是真的, 食指不沾阳春水。 如今, 赵斐儿名下钱财田产, 都化为乌有, 一家人顿时没了生计。 梁母过了几个月的奢侈生活, 由奢入减难。 每日发脾气, 将一切都怪罪到赵斐儿头上。 若不是赵斐儿非要嫁梁松, 她儿子如今仕途一定一帆风顺, 不会有今日的下场。 赵斐儿是个大小姐脾气, 吃不了苦受不得气, 几番吵闹, 气得缠绵病塌, 这下又要花钱给她看病。 梁母更是气得整日咒骂。 梁松看着家中两个女人整日争吵, 无计可施, 只能日夜酗酒, 靠醉生忘死, 获得片刻喘息。 不久后, 赵斐儿为她生下儿子, 身体更加虚弱。 梁母说动梁松, 贴下赵斐儿, 带着孩子回乡去了。 赵斐儿一觉醒来, 孩子没了, 她也跟着疯了。 整日在大街上游荡, 疯疯癫癫地抓着人问 有没有见过她的孩子。 回乡之后的梁松 也并没有起色, 她从天之骄子坠落, 难以接受, 一蹶不振。 整日醉生梦死之余, 又染上了赌博恶习, 债台高筑。 梁母便卖家财为她还债, 可是债台高筑, 最后连孩子也被债主夺去卖掉。 如今他们母子二人, 只能乞讨为生。 这样的结局难免唏嘘。 我想起梁松娶我时说过的, 将来不管贫苦富贵, 绝不抛弃糟糠之妻, 如有违背, 必定潦倒一世, 永不翻身。 也算是应了她的事。 信到结尾。 秦昂之苦口婆心, 劝我多读书多练字, 不然女子大字不识, 早晚又要被人骗。 莫了, 又啰嗦我自写得 像个地痞流氓, 太丢脸的言论。 我确实反驳不了她, 只能提笔回信, 请她帮我推荐几个靠谱的 教书先生来永州。 永州靠着江, 并不算富庶, 但民风淳朴, 父亲很喜欢这里。 虽然我以前总是怀疑, 父亲的喜欢, 来源于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鱼。 父亲在永州的两年, 查案断狱, 没有一丝偏颇。 他从未吹嘘过自己的功绩, 但公道自在人心。 他含冤入狱时, 百姓为他写万民书, 只是还没来得及上城, 他就死在狱中。 我回永州那日, 百姓得知我父亲终于洗脱冤屈, 敲锣打鼓, 同我一起去祭奠父亲。 我跪在父亲坟前, 将平反诏书捎给他看。 十二年冤屈, 终于得雪。 永州百姓为他立了词, 建好那日, 亦附在里面守了整叶的灵, 一叶白头。 压在心头十二年的石头卸下, 他终于可以松口气, 坦然变老了。 我将朝廷的赔款拿出来, 以父亲的名义, 在永州建了个学堂。 秦昂之有句话说得不错, 女子大字不识, 早晚被人骗。 所以, 我的学堂不论男女。 只要品行中正, 都可入学。 只是永州 没有像样的教书先生, 还得向京城的秦昂之求助。 秦昂之再回信给我, 先是夸我如此上进, 带着如此可教的喜悦感, 话风一转, 又担心我太笨气跑先生, 所以特意请了个 绝对不会跑得过来。 我隔着信兜气的牙痒痒, 确实又反驳不了他, 只能一边生闷气, 一边等他说的那位 绝对不会跑的先生。 很快, 先生来了, 他利落地翻身下马, 接下我贴在学堂门口的聘书。 我看着他, 笑问, 新小侯爷不是将军吗? 怎么又成教书先生了? 心思来扬起眉, 显摆道, 没见识了吧, 像我们侯府这种世家, 对子弟的教育可是一点不差, 我小时候也是寒暑不停地读书, 只是字写得稍微差了点而已。 我又问, 那你真的不会气跑? 他没答, 反而忐忑地开口, 上次打赌, 我赢了, 你还欠我两个问题。 我点头, 你问, 我绝对诚心诚意地打你。 他预言又止半赏, 你手腕上的疤, 还记得怎么来的吗? 我, 记得, 那天下雨, 我母亲怕父亲淋湿, 特意赶了马车去接他。 到了地方之后, 母亲去寻父亲。 我在院子里等, 等着等着, 听见有人求救, 我就顺手从水里捞了个喝醉的傻小子出来。 他瞪眼, 你骂谁是傻小子呢? 我, 傻小子你的第二个问题呢? 心思来被我堵得原地跺脚。 最后, 他深吸一口气, 像是终于鼓足了勇气, 说, 那块玉佩是我娘留给我的。 他说了, 只能给未来妻子。 你既然收了, 那咱们什么时候拜天地? 我有点猛。 哈。 他抢先甩锅, 你有意见就找我娘说去, 我可不管。 我看着他通红的脸, 忍不住笑。 以前说他行事像个土匪山贼, 好像真的也没说错。 他没说过。 好